离开冯少峰的赵丽颖 穿玉桃拍杂志 水库细节抢进步南国时加的 离开冯少峰后 赵丽颖的事业如日中天 丝毫不受影响 这些天不光关选了新代言 还解锁了好几本杂志 向我们展示了他单身后的状态 永不停歇 这部赵丽颖一天关选了两本新杂志 好消息不断 赵丽颖借索midam figure 由五月刊封面 身穿红色女下古装 头戴大红色斗里 手握掌剑 英气洒爽 红装造型零 人眼前一亮 也标明了他当下的态度 不再留念过去 赵丽颖的红衣造型 也不禁令人想起他 在剧中穿嫁衣的造型 这么多年他为了角色 穿了无数次嫁衣 古装清理动人 可惜没有一套是 为自己而穿 恢复单身后 再次穿上红色衣裳 和现实的剧烈碰撞 这个女孩把青春像给了事业 曾也为爱弯腰 最终 却一次自己的加衣 也没有穿 不禁令人伤感 或许这次杂志 就是他登下态度的折射 往后要活得热情是火 光芒万丈 另外赵丽颖和李冰冰合体 时尚可组有杂志 这也是他单身后拍摄的第一本双忍杂志 从已婚变为单身 再和老板拍双忍杂志 也体现了他想好好拼事业的野心 也清醒他还有朋友 没有因为爱情失去全部 李冰冰和赵丽颖穿玉抛牌封面 头裹玉金 戴上墨镜 十分摩登 两人背对镜头 突然转身 然后去下墨镜 等眼看世界 时尚又居家 又获利满分 李冰冰本身就很瘦 没想到赵丽颖跟他 站在一起更显瘦 赵丽颖太瘦小了 同样的衣服 只有他穿大了 你看赵丽颖的睡裤上 裤腰细节抢镜 居然还别着一个分红色的夹子 最小马的裤子对他来说都大了 瘦得有点过头了 其实赵丽颖刚刚恢复单身的那几天 就被网友发现了这一点 他穿最平常的衣服 裤腰却总是太粗了 不得不加上一个别针 让整体穿大看起来合身 或许这就是赵丽颖外表坚强的背后 内心脆弱一面地折射 一直以来赵丽颖都给人女强人的印象 拼命工作就算生完孩子也很快就付出了 他对事业的热爱几乎超乎了一切 包括离开冯少峰之后 他也没有给自己太多时间三心 二是一股老现身事业 工作皆不断 外界看来赵丽颖自信 勇敢不受感情影响 好像很洒脱 但其实他不难受世家的 他曾经也有过甜蜜时光 和二叔换头像 秀恩外光公园享受二人世界 两人互动拉家长 明明是陷入爱情的女子 单纯又幸福 而如今的局面 是睡也没有预料到的 他只能把坚强的一面展现 给大家打忧伤留在每一个独处的深夜 赵丽颖是当妈的人 当妈后 从未谈过关于儿子的事情 就是想保护儿子隐私 让他不被外界影响 他爹良苦用心 也得到了回应 他的儿子从未被曝光 即便是他单身后 也没儿子曝光在镜头下 赵丽颖工作的曝光衰 不允许他经常配桌子 没有妈妈不思念孩子的 赵丽颖并没有很潇洒 只是加装坚强二义 只希望他不要再瘦了 工作强度大 身体健康太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